中越战争 中越南的物资援助,帮助越南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。南北越南从此实现大统一,越南能够胜利不仅是越南士兵的功劳,中国提供的帮助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 长达十年的打仗过后,越南应该休养生息,大力发展国内的建设才对,然而他们却没有这么做,他们很不安分。 越军不断骚扰我国边境地带,严重影响我国国家安定和领土主权,这是对中国的挑衅。 中国政府决定,在1979年的2月份,开任对越自卫反击战,由于教科书上极少奇极,因此,这场战争现在显为人知。 众人都狠的闷,越南和中国比较,在领土面积和综合国力上都远不如中国,难以和我国进行抗衡,那越南的胆子怎么就这么肥呢? 五元甲是当时越军的关键人物,越军的将军,而阮剑同是将军的参谋官,也是越南的前任高官。 战争结束后,这位参谋官退役后,向大众透露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。 据他所说,枪军和国防部,在对战争形势的判断上都存在重大失误。 他们认为,中国刚刚从十年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,国力比较薄弱,经济和军事水平都还处于下游。 他们认为,越南有实力和中国抗衡,因此,五元甲并没有把所有的兵力都放在和中国解放军的对抗上。 这是越南会失败的重要原因。 越军和中国对抗时,他们还沿用了和美国打仗一样的套路,把兵力分散不属。 当时的苏联和越南,就是大哥和小弟的关系,然而,大哥苏联并没有派兵支援小弟越南。 苏联和美国是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,苏联只是派了军事顾问团,苏联派了有500颗全属称号的将军,奥巴图罗夫到越南督战,帮助越南部署兵力。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,中美双方刚建立外交关系,所以,美国也象征性地盘了舰队进入南海地区。 但是我们还是礼貌地和越南进行磋商,叮嘱他们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,毕竟,中美两国都有原子弹了。 越南人深知原子弹的威力,越军也不敢胡作非为。 我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,对越军来说,就是一场惩罚意味的战争,并不是要侵略越南。 因此,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会霸占越南,解放军拿下了亮山后胜负已经很明显了,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明显了。 那就是那时候的苏联,已经没有必要再出兵作战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